中国的福建省,那么刘欣呢,她是虽然出生在辽宁,可是她的这个羽球生涯是在广东的申俊来开始成长的 穿红色球衣的是刘欣,那么穿白色球衣的是沈亚颖,沈亚颖在今天这个比赛当中率先得分 福建省在整个中国的羽团,就羽球界来讲,可以说是撑起了,真的是将近半片奖战了 没有错,其实像福建省,他们所谓的叫做省队的信任基地是在湖州 那么事实上刘欣呢,在今年在公布中国羽球国际挑战赛的女子单打呢,也曾经拿过冠军 而且她是今天这项比赛的女单的衛冕者,那么她要寻求连霸 过去呢,中国羽球大师赛在过去那么多年,从2005年举办到现在 从来没有一位女子单打选手,曾经联霸成功过 那么男子选手当中,唯一联霸成功过的就是在2009跟2010年 那么至于男双,女双或混合双打,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位大党有过联霸成功的记录 哎,这个球是一个戒内球,今天以目前到这个比数上来说 其实这个球才是真正这个刘欣对这个神亚颖所攻击得分的一分 那前三分还是通过了就是神亚颖的自己会收获性的失误了 是,这球是应该也是出界吗 哦,也是,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对神亚颖来说 他还是先把自己的这个球给稳定下来 不要太随意的,哦,也是同样的一个后排的一个出界球 所以很明显的来说,他现在已经送给对手5分了 是 两人的身材应该是相差没有多少 都是170公分左右,刘欣是171公分 嗯,还是一个失误 是 刘欣呢,已经连得7分了,这一波攻势 神亚颖必须要想办法怎么样阻挡刘欣这一波 连续不断的攻势,否则这一局很难被看好 好球 漂亮的一个变现啊 第二分是由刘欣指控攻击的这个得分 嗯,两个联系对角的这个切球 所以也造成这个刘欣的这种跑动上的一个误判 是 但是,其实这一个球切的这个角度还有速度 都算是非常好的 但是,最重要的 他还是必须要去克服自己的会收获性失误 嗯,好球 是 那也可以说另外一种的就是 他自己增加的自己攻击的这种球的一个出现 也有可能是 但是,你对刘欣要攻击的角度还有速度 都必须要去突破了这个刘欣的防守范围 是 在对方一波8比0的攻势之后呢 沈亚颖也回净了一波 3比0的攻势 哦,这个球是后场的一个出现球 其实 也可以 让这个沈亚颖 他把后场的这个速度 压得更快一点 那球压得不要太高 那造成这个刘欣 他整个的这个处理上的一个难度 他也可能会产生失误 嗯,这球突然是一个变现 终结了对方 3比0的攻势,9比4 那么刘欣在去年 应该算是他整个羽球生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年 他在去年的中国第12届全运会呢 在女单获得团体的金牌 而且拿到了女单个人的银牌 而且接着呢,在中国羽球大师赛 也就是去年的羽球大师赛 也就是去年的羽球大师赛 他拿到女子单打的冠军 而且因为去年中国的羽球大师赛 是属于超级系列 对 这也是刘欣个人在 所谓超级系列赛 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冠军 对 那么超级系列是 我们所谓的 国际羽联的 那么多赛事当中 属于是第二级的 可是第一级的只有五个赛事 这个应该是这么说 其实应该是第三级的赛事 是 所以第一级的赛事就是 世界杯 是 是 对 还有就是 湯姆斯杯跟优霸杯 是 还有就是 舒迪曼杯 这几个都是属于第一级的赛事 是 但是那个是属于国家团体的比赛 国家队跟国家队之间的比赛 对 是 但是世界杯是属于个人赛 是 那优霸杯跟湯姆斯杯的话 是团体的这个锦标赛 是 但是 事实上 他每 打赢一场 都有你的个人的国际 国际积分 是 所以这个国际积分的这个制度 相当的完善 对 选手的优劣 全年的这个表现 甚至这个 未来 总指排序的安排 都做了这个最合理 最 应该说最合理 而且最可信赖的一种制度的一个建立 其实一个制度的一个建立 对所有的球员 不管怎么样 还没有打之前 他事实上都是公平的 是 很漂亮的一个 往前的放小球 所以 现在明显的 我们也可以感觉出来 就是这个 沈亚颖 他把这个速度稍微再增加的 还有加快了一点 在 连续两波的 3比0的攻势 现在慢慢的 是有稍微把比分拉开了一点 那么不像一开赛 也是处于1比8的落后情况 现在是7比11 那么沈亚颖仍然是落后11分 刘欣呢 带着这样的优势 是 进入的 第一局的这个休息时段 当然对他来讲 也是赢得 这一局非常有利的一个凭借 11 11 7 5 好 现在大家有流行来继续发球 这个球打开了 这个球打得太开了 这个球打得太开了 不过沈亚颖在对方一波8比0的攻势之后呢 他也打出了一波7比3的攻势 可以说 9 11 等于是8比3的攻势 对 可以说是也 适时的这个阻止了自己继续下滑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对 而且他似乎也慢慢的有一点改善了 他刚开始的会收获性的似乎太多 对 这球可能出界了 可能又是出界了 这个高远球送的力量大了一些 对 感觉比赛到目前为止 雙方虽然 应该说是在力量都打得算是持盈保态 可是好像都在斗志 但是在整个的这种球路上的这个变化 是 其实流行还是劣胜一筹 是 是 那么流行是 其实他是1990年生 而 沈亚颖是1994年生 两个人年纪呢 其实相差有4岁 这个球应该是个界内 是 是一个 沈亚颖的一个 判断的一个失误球 流行从而写下了一波3比0的攻势 14比9 漂亮 沈亚颖 非常高 其实这个球打出这样的一个角度 事实上是难度也算是非常高的 是 完全靠着拍子的旋转变化 是 没错 而且也是手腕的一个旋转变化 是 也是出界咯 显然到 这一局来看沈亚颖 他的 非受迫性失误 尤其力量用得太大 尤其力量用得太大 这个问题 是 使他 这一局当中 一直没有办法 把比分 拉近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对 但是 他拉近比分的那几分当中 其实事实上 他已经有点改善了他的稳定性 但是 后续上 又是几个 非受迫性的这个失误 又让这个流星把这个比速给拉开 而且这个球 也被流星给抓住了 是 像这样的一个球 他事实上 他身体已经做了很 最极致的一个延伸 如果可以的话 那墙场就是说 你这个球 应该做一个对角性的一个处理 是 因为你只要做直线的处理 很容易就像刚刚那个球一样被抓住 流星一破6比1的攻势 现在又把比分 拉开了 是7比10 非常好的一个手腕动作 好球 这个球 他打的也算是相当聪明 因为流星的这个往前是 被这个 沈亚银给骗到了 但是 他认沈亚银的 攻击的是 左手拍的一个角度 是最大的一个空位 但是 他没有朝那个 因为他知道说 流星会赶快去补那个空位 所以他反而朝的是 中间的一个路线攻击 反而把流星给完全卡住 是 这球等于也是一个斗志的 刚刚流星就是一个杀球出界 让沈亚银得到了最一分 十二十七 今天这场比赛 双方你来我往的这个机会不多 都是 对方一波攻势 然后我又一波攻势 你一波攻势 我一波攻势 对 而且 看谁的输入力比较少 谁就占一点优势 所以目前来说 当然是 流星占尽了很大的优势 但是他的优势 其实是 这个沈亚银 自己会受货性 是送的 这一球 一个戳球 把球戳出了界外 要由流星 也是一样 是一个非常要命的 尤其这一球 真的非常要命 对 你如果说有机会拿下来的话 可能现在还是十七比十三 那当然是 对 还有一点机会 把这个比数给追上来 但是你现在 送掉这一个球 变成十八比十二 那当然难度就越来越高了 是 好球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往前 两次动作的挡网球 造成这个 沈亚银在跑洞上的一个二次挤动 所以 二次挤动的时候 就稍微会有一点慢掉了 但是后面 还是靠着这样的一个印记球 对 这球 真的是 擦网入戒 实在是太有幸运了 好球 这个球 流星的变化非常的快 非常的快 而且变的角度非常的大 现在是二十比十二 流星拥有八个局点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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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的 这球是手腕的变化 很动手腕的一个打滑 很轻松的在往前的接级 流星在第一局那里二十一比十二 可以说是只花费十四分钟就非常轻松的拿下了第一局 在这边要请教我们今天的球银廖之前老师 流星在第一局有一波连续八比零的攻势 三比零的攻势有两波 四比零的攻势有一波 那么相对之下沈亚颖三比零的攻势只有两波 相差非常的远 是不是 各位观众 各位球迷 欢迎回到博士运动台 我们现在继续为您转播 2014年中国语球大使赛 女子双打的决赛 刚刚第一局呢 流星是以二十一比十二 很轻松的打败了沈亚颖 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现在比赛进行到第二局 比赛刚刚开始 流星呢 刚刚先得到第一分 这球是由沈亚颖得分 刚刚第一局呢 流星曾经是以一波八比零的攻势 在比赛刚刚开始就奠定了胜机 那么第二局开始呢 沈亚颖有必要 避免重到第一局的负责 他必须要打得更有耐心 而且更仔细一点 避免自己太多的非瘦破性失误 也没错 像这个还是通过的就是 他自己的会瘦破性的失误 把这个比分送给的这个流星 说着说着 可是他的瘦破性 非瘦破性失误就出现了 对 好球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你在后旁 尤其在 右后方 三号位置被挤压到的这个时候 你如果说能够做快速的对角处理 往往能够是 把这个主动拳给撞换回来 是 哦 非常好的一个角度的一个变化 其实在 流星的打滑还有整个球路上 展现的都是非常灵活的一个球路 嗯 还是一样的失误球 这个球 也是 没有办法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心情 还有整个的这个球技上的一个稳定 给自己把它稳定住 那如果继续通过这个样子的话 完全主导拳会 整个掌控在流星的这个手上 就是流星是一个往前的后场的失误 是一个派线断的 对 啊 等于这个 这个也应该算是非受不行的失误 哈哈 不过对流星来讲 是因为球派线断了 然后回击球力道不足 造成挂网 在 沈牙颖他现在 必须要想尽办法的 把自己的整个比赛气势上 还有整个意志上的一个提升 如果说 现在其实还是有一点机会的 因为是 事实上在第二集的现在的比赛当 比速当中 他还没有被流星把比速给拉开 对 呃 可不可以这么说啊 就是今天流星他的 呃 整个状况啊 临场表现 呃 或者战略的运用 都比沈牙颖要高出很多 哦 没错 也没有错 哦 整个 还有就是 球路上的变化 都要 比沈牙颖还累胜一筹 是 哦 这个球 也是一个 后场的一个挥挫破性失误 是 三 三 所以 你如果说像我们今天 这样来评断这个 沈牙颖跟流星的这个比赛 只要是 流星 他把稳定度打出来的时候 他有可能就是 我也有可能 我就是把球 稳稳的打进的话 我就等你的失误 但是非常可惜的就是流星这样的一个正手拍的一个滑拍直线的一个切球 但是角度太大 是 那么在2010年3月呢 流星还不满20岁的时候呢 他就曾经 呃 代表中国队到印度的新德里去参加亚锦赛 而且拿到了女子单打的亚军 算是 呃 还不到20岁就成名好 这球是一个球出界 让 流星呢 再拿到第6分 6比4 这球 这球 也是一个健康球 健康球 谢谢 整个 到目前来说 这个 沈牙引 他 完全对流星的这个球路还是捉摸不透 是 是 就像我们球评之前老师讲的 今天 流星各种球路的使用 啊 或者各种球路的变化还是比较多元一点 对 事实上是这个样子 啊 而且他整个的这个掌控度 你会感觉到好像 还是流星在主导你这个 沈牙引 你要 我要打到什么样子 我就是要让你怎么样去跑 都是随流星而且在动 对 那中国大陆的女子选手啊 可以说是人才废出 真的是一山 还有一山高啊 对 没错 不过 呃 当今中国 最好的三位女子选手 李雪瑞 王一涵 王世前 三个人都没有来参加 啊 今年2014年的中国运球大师赛 对 其实如果说以他们目前这样的一个成绩跟积分来说 是 他参加这个大师赛其实意义是不大的 是 那么 刘欣呢 就是 除了这三位这个所谓三大金花之外啊 他应该算是第四朵金花了 刘欣 对 要来得多 像刚刚廖子前老师所说的姚雪 就在印度语学公关大师第一轮就打败了戴智颖 对 所以 你说像 我目前说 只有能够在国际上 上得了台面的就是 只有戴智颖 你担的这个先手 对 那其他的 那你说 你戴智颖要拿到一个超级系列的冠键 那真的坦何容易啊 他必须要通过的就是 尤其我们也常常在讲 你在八强赛的时候 你就常常要去碰到中国大陆的先手 对 但是 就算你过完一关 你可能在试抢 又再过一关 就算你在试抢的这个时候又过了一关 你后面 在决赛的时候 你有可能还是碰到 而且你可能碰到的是 一个比 一关比一关还更难踩 是是是 但是 有时候对戴智颖来讲是 关关难过还是可以关关过了 至少他在马来西亚语球公开赛 或者日本语球公开赛 都曾经拿过冠军 就是关关难过 关关过 对 尤其是 他在去年的年中 超级系列八强总决赛当中 是 他打王世贤的 四抢打王世贤的那一场球 应该是他最经典的一场比赛 这一场比赛是由戴智颖获胜 对 而且是 已经是王世贤先拿到了赛末点 可是戴智颖是 绝不投降 最经典的一球就是 戴智颖已经在赛末点当中的 王世贤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 右手边的一个 往前的一个钓球 一个人的钓球 戴智颖已经误判了 但是 非常 非常好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 以球的一个惊天一铺 是 铺到了 救到了这个球 人也滑到了 外场外去了 结果那个球 一铺到救过去的时候 反而造成了这个 王世贤的误判 是 是一个戒练球 所以那是 那个 绝命的一铺 是 好 刚刚沈牙影是一波 5比0的攻势 就是 在落后5分的情况之下 打成了 10比10 这是 这场比赛的 第三度平手 应该说 第一局比赛的第三度平手 那么事实上也是 这场比赛的 第四度平手 那么第一局 双方除了1比1之后呢 流行就是 一路流行赶月 就是 就是 把比赛拉开了 对 但是 对 沈牙影在 后续上这几分当中 他的一个做了一个 战术上的一个调整 就是他增加攻击 但是他攻击的 他不想把角度打得太开 哈哈哈 这球 把最重要的中场休息前的一分 送给了 刘欣 是 刘欣在第二局的休息时间之前呢 仍然是11比10 领先 沈牙影 在这边要请教我们今天的球评调之前老师 您觉得 沈牙影在一波5 5比0的攻势 显然是 他增加了攻击的欲望 是不是 造成了 他能够在 落后5分的情况之下 半平的比数 那么就整个第二局来讲 您觉得 沈牙影跟第一局的表现有什么样的不同 在第二局的话 那当然在落后5分之中 他把这永恒给追平回来 最重要的就是 他把攻击性的时候给增加 速度给加快 速度加快 这个对刘欣来说 他的掌控能力就没有像刚开始来的那么好 但是 在沈牙影的这个攻击球当中 他就稍微把这个角度打到里面一点 所以就比较容易就造成的 这样的一个 会收获性的失误就减少了 但是非常可惜的 就是后续上 还是两个会收获性的失误 这球是inside还是outside呢 这个球还是出界咯 就是一个小小角度的一个出界 所以 只要紧紧的这样子咬住的话 你增加你的速度 就对刘欣来说 他的掌控能力就没有像刚开始来的那么好 是 一个晋升挤压球 刘欣就得这样漂亮 做一个晋升来说 现在我们可以去通过这几个球 很容易的就去判断出来 这个球 第一个 他先打你的晋升 那制造这个机会以后 那事实上这个球 他只是说我把角度打进 但是我不是要故意打到所谓的就是现兵 所以 这也是他提升他自己现在稳定性 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 是是是是 哦 这球也是不错 是 好 不要产生自己的会受迫性失误 是 这个球 其实这个球 一下来的话 可能对这个 沈牙颖来说 会是一个非常重大的 因为 感觉上是很多拍 但是事实上 还是有刘欣调动 沈牙颖在跑动 是是 所以这一球下来 绝对非常一个负担 虽然可能 刘欣这一个球 失分 但是 是不是他对这个 体力上的一个 操动的话 可能他的目的是达到的 所以你后续上观察 有可能 在 沈牙颖 在 后面这个阶段来说 比较又 很容易出现 会受迫性的失误 感觉 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 好像双方 使用巧力 很巧的力量比较多 反而那种一拍要致命的 蛮力很少用到 对手是 等于是刘欣抓到了沈牙颖 打球的方向 很轻松的把它推到了无人地带 追平的比数 13比13 这是这场比赛 大概当中的第五度平手 就是我们所说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会受迫性 就因为通过刚刚那一个球 多拍的那个球 可能就是对沈牙颖来说 就是之前 我们主播 佑峰松所说的 就是可能会去碰到撞墙的状态 是是是 那一碰到这种状态的话 你就很容易产生会受迫性的失误 是 哦 这个球也是刘欣自己打开的 那么在沈牙颖一波5比0的攻势 追平了比数之后呢 双方现在是 短冰相接的一个阶段 在10比10之后呢 又打出了三次的平手 哎 好球 这个球有一点抓住了 这个球 沈牙颖 他做一个快速的一个点杀 但是这个球 压的位置 压的时间 压的恰到好处 是 可惜了 也是一个 自己非常好攻击球的一个被受惑性失误产生 是 双方在第二局的下半段呢 一改之前的比赛节奏 变成了一个 焦土的 对决 双方是自 每一分都在抢 对 是一个 刘欣的一个经验球 这个球 他靠的是一个丰富的这个经验 他一个中 右后场 一个好像是 本来可能你认为他会是一个晃王 但这个 沈牙颖把身体向前移动的时候 他做一个后推的一个动作 那沈牙颖 当然身体就卡住了 那身体卡住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做整个这个挥拍的延展 那只能够打直线 是 这球可能出界 这球 让 刘欣呢 在 这个时候连得了三分 是 打破了双方 连续四次平手的一个降局 现在 17比15 很可能刘欣在 这个最后的 四球到五球当中 如果 沈牙颖没有办法 把 优势要回来 很可能 在气势上面 就会 处于 一个绝对落后的状况 刘欣取得裁判的同意 刘欣取得裁判的同意 换了一个新球 应该是 沈牙颖要晃球 刘欣刚开始不同意 所以征求裁判 那么结果裁判是同意了 这球是一个 反拍的斜线 这个球 其实主力的就非常的关键 对 沈牙颖虽然这个一路落后 可是在这一局来讲 也是非常的顽强 对于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又发生了一次致命的黑手 18 16 已经落后 两分 对 那么如果维持这个比分交替上去 当然 就处于相当危险的阶段 在这个时候 你必须要超前 对 那现在就是 当然对这一分 对 这个 沈牙颖来说 是绝对的关键 对 对 好球 漂亮 先掉到后面 然后杀一个斜线 对 而且这个球 事实上它 所攻击下来 它用的是一个批杀的打法 但是批杀的打法 有它的一个冒险性 就是 如果角度没有处理好的话 这个球很容易就出现 是 是 角度相当的大 让刘欣抢救不及 拍子连球都没碰 十七比十八 沈牙颖必须再抢救一球 太可惜了 这球应该是 这球应该是出界吗 对 应该是出界了 但是也是通过了 即使这个球 两个人的往前都打得非常的棒 是 好 双方在第二局来到了 十八比十八平手 而且是这一局比赛当中的 第八次平手 沈牙颖 二十岁 面对比他年长四岁的刘欣 他显然 没有轻易的认输 哎 手轻了 这个球 一打的时候 我们也有非常容易的看出 他把这个球 打得 他的这个身体的 这个整个力量 协调性 都没有做非常好的一个掌握 所以一出手 这个球 他自己也知道 一出手他自己也知道 这个球不会够 可能就是因为太小心 反而力道 拿捏不准 他的手 没有把做很好的一个 球拍跟球的接触面的一个延伸 是 这球是非常关键 连续两四十五 结果送给了对方 两个冠军点 二十比十八 刘欣拥有两分的两个冠军点 对 好不容易 他已经把比数给追上来的 但是这么轻易的两个十五球 那你把两个比赛冠军点的这个分数 就送给了刘欣 好 这球还第一十五 再见十五 结果让刘欣连拿三分 而且未免成功 要请教我们今天的球评 廖之前老师 您看看 最后这几球很关键 应该是 尤其是 十八比十八平手之后 您看刘欣 请教订阅 你呢 还可以